那个伊莉 这一只飞马多少钱 我跟你说 我就是没有做功课 就是我去的时候 然后就买 你本来以为多少 我想说可能两万以内 然后那时候好像买是两万多一点 对 然后我就觉得 可以买到我就给他买下去了 这样子 我想说好吧 这只马可以跑多快 他都会飞 就看你的想象 这两万贵 就看你的想象 我真的买不下去 我评我看看 脾胃 脾胃不是塑胶味 不是塑胶味 小胖 你知道这一批两万多吗 不知道 这一批嘛 两万多 不过我告诉你 我怎么看很多 那这次多少你会买 这次多少你会买 这次如果超过五百块就不会买 真的 小时候用那种皮件的在 我在九份看到那个 很像类似的假吊式 有那么多皮 花两万多 女人花两万多去买这批飞马 你知道他们的心态 心情是什么 疯了 而且郑达哥 我跟你讲 这是有钱买不到 对 真的 而且特殊颜色还买不到 我这个还不算特殊颜色 所以他就试出来给我了 但这个还不是我觉得 这个让你绑在包包上 对 就绑在包包上面 然后你就会觉得很开心 所以你要绑在 绑在爱马仕的爱牌 对 绑在 绑在那个 就是绑在那个上面 可以 跟他示范给那个 这个这样子绑在上面 这个颜色还满有落下来 你可以配一下 这个对比有对比 台湾的Alobino提带有没有 不是这样绑 有不是 不是 不是 这样绑 对 对 人家你就不会帮 世界平穷 平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真的 假如说我们的台湾的Alob 有没有 咖啡去補这边 不知道什么样子 你把节目好像弄漏了 可是很配耶 可是他是不是 感觉就会觉得哇 而且你知道吗 因为通常可能 如果你的贵妇朋友们 都有这个包 但是每个人绑不一样的小马 就会觉得 很开心 对 很疗愈 这大哥不知道怎么接话 很疗愈 我觉得这张比较配 可是因为我觉得 这个让我感受到就是 其实我后来买的时候 我虽然开心 可是我会觉得 你才突然比我说没有 怎么会像一样的 都总算 马会跑 然后他跟我说 有的时候我不知道 我那个表情 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我其实就是 我应该要很开心 可是我想说 你刚刚不骗我 不是说没有 心情很复杂 对不对 郑大哥 你在干嘛 怎么换我绑 要不然借绑一下 你绑他眼睛 在外面 不 似乎怪怪的 怎么样 然后这一支 很心不错 这一支 两万多 好看 其实说绑的方法 再想一下 不然要怎么绑 没所在 对 你再买一个包绑 对 要买一个包 漂亮 可是这一支马开启了 我就是觉得 不错 然后后来我又在那同一家 就是店里面 也是认识了一个男生的业务 然后刚好 因为我有听网路传言 就是说 你要去买包的时候 或是你要跟业务 培养感情之外 你可能比如说特殊节日 那一天是我生日 我想说 因为我之前有跟这个业务 买一些小东西了 耳环 线啊项链啊什么这些 都有稍微高观一下 我不是那种大户 但是我就是买 比如说有些朋友生日 我们几个人集资要买 我就会去买嘛 那就是已经有 开始有点交情了 然后有交情之后呢 就我生日那天我想说 我想要去买 再买一支 小飞嘛 然后我就在 我就在跟他讲 我就说 我就去 早上十一点开门 我可以约十一点 然后又说 好 去 然后去的时候呢 我就又想说好吧 那我再买个项链好了 然后我就买到 我想要买的项链 然后我就说 有没有别的颜色 小飞嘛这样子 我已经有这一支了 然后他就说 没有呢 没有 然后我就说 好 然后因为我有个朋友呢 我就跟那个业务讲 我有个朋友从台南 从台南上来 然后呢 我一个女生朋友 然后他也想要买一些东西 那我们可能就约 大概下午三点 你有沒有空这样 他就说 好这样 然后我就想说 我生日嘛 早中午就带我朋友 去那个商圈吃饭 然后我正在吃饭的当下 我要吃饭了 我想说 吃饭的时候 差不多时间可以去 带我朋友再去买 然后呢 我在吃的时候 他就忽然传照片给我 LINE上面的照片 有两支小飞嘛 然后呢 他就说 那个刘小姐有两支 那你要哪一支 然后我就这样看了一下 我想说 这件有两支可以逛 然后我就说 他说因为今天你生日 所以我有两支给你看 他说那不是没有吗 但是后来我跟他讲说 我要带我朋友去嘛 忽然伸出两支 我就说我比较喜欢一支 其中一支 然后他就说 可以啊 那你现在赶快转账过来 我说现在 我就说 可是我现在吃饭 然后我半个小时后 我就马上去店里找你了 他说这个很热门喔 你现在如果没有可能 被人家买走喔 我特别帮你就是拿着放着这样 我说 可是我半个小时后 我就吃完了 我就马上过去了 他说没有 你现在可能就要马上转账 然后我就觉得 现在就是 我不是所错嘛 我就是小白嘛 就是精品小白 你猜他有没有马上去转账 把餐先不吃了 他应该会 你看他的个性应该会 应该会 你猜 有啊一定肯定的 你被人家看穿了吗 原来我就是被看破的 是不是 我马上就转账 哇 这么多 没有 因为他讲得很 很急啊 他说他只有两只 一只我就不喜欢嘛 然后一只就真的觉得 因为那个牌子 都是在饥饿行销 就是你 我也曾经在那个店里头 他拿出包来 其实那个包我已经有类似了 但是你不买你很奇怪 因为他觉得他给你这个包 是对你极大的 恩赐 那你不买好像你很不 很不上道这样子 没有你把福气往外推 对 那种感觉 结果我就真的马上十分钟内 就又转钱了 所以我就说 我第二只 小飞嘛 又是一只飞嘛 对我就得到第二只小飞嘛 然后我那时候感受其实没有 也没有真的很好 可是因为我的 我的那个肾上腺素分泌 已经压掉我那个 有点生气的感觉了 我想说我生日也要搞成这样子 就是要马上转账 后来我半个小时之后 我就跟他约了三点 我就去了嘛 我就带我朋友去 结果啊 我们在那边等到四点多快 五点才服务到我们 因为我明明跟他约好了 可是后来是发现 原来他前面有个大户 就是可能买到买到那个买很多啦 我不晓得啦 他就让我们等 然后等了等到已经快五点了 我其实也不是 也不是很开心的啦 因为我朋友是从南部上来 我跟你讲南部朋友 不喜欢排队的那一种 他觉得我们预约好 就是要买了嘛 对 然后就是这时候 他就忽然也是给我一个 你是营养师 但是那个客户很营养 那个可能非常营养 他的那个大客户 然后他出来之后呢 他就也是跟我说 你要不要买帽子啊 买什么 然后我朋友就有买嘛 然后忽然他就说 刘小姐这样子 我跟你讲 我第一次 人生第一次被带到小房间去 我想说是什么东西这样子 然后我就 后来我就跟着我 跟我朋友两个女生这样 就带到小房间 然后他就打开一个盒子这样 那里面是一个 那个叫什么 马牌的穷人三宝 其中一个 穷人三宝就是入门款 什么是穷人三宝 什么是穷人三宝 然后入门款 大概一个好像那时候 那一年是在七八万吧 小的 说比较 不是 一个侧杯小包 然后呢 我看了一下 我觉得我不喜欢 那我这个人就是 因为我们也不是 这真的很有钱 我们的钱都自己 靠努力赚来吧 我想说 我个不爱 你觉得消费应该蛮有钱的 不 因为我其实就买到 我想要买的 我就会停止 我不是那种疯狂 想要一直跟进的这种 然后我想说 这个包我没有很喜欢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不好意思 我这个没有很喜欢 可是他给我大象灰的颜色 大象灰金扣 其实 就是 大象灰很棒啊 对 然后又是金扣 然后就是 然后他就觉得 我今天给你这个包 你竟然没有要 对 然后我还跟 我还跟他说 不好意思啦 不好意思 我真的 跟他道歉 我跟他道歉 永远不是泰山的 我不知道我在干嘛 我还跟他说 不好意思 我说不好意思 我知道这个很热门 但是我真的 我真的不喜欢 我没有预算在这个地方 这样子 那他怎么说 然后他就这样关起来 他说 没关系 他不是说没关系吗 他说 我不原谅你 我跟你讲 他跟我说没关系 然后也是笑笑的 然后 太不事项 然后后来 就气氛不太对了 我就想说 我可能就是一个小包拒绝而已 应该还好吧 后来我就后来就是 因为我们都有交换LINE 然后这一场就结束 那天就结束 之后呢 因为我又想说 看了一些东西 我想要买小皮夹 我就LINE给他说 我要买小皮夹 不读不回 哎呦 连读都不读 辣语被受救 辣语了 那应该是拉推啦 他也不读不回 然后呢 我后来又请了一个朋友 是常常购买的人 就跟他提醒说 刘小姐的讯息 怎么都 你要看哦 对 然后后来他读一下 他说不好意思 没有这个包哦 这样子 就是 你会觉得说 你要买 你是人买的 你要不要透过电视 跟他公开道歉 现在怎么那么卑微 其实我后来觉得 我后来就自己自我觉得 我觉得没缘啦 没缘啦 就是因为后来 你和他没缘 是和这个没缘 我和Sales没缘啦 就是后来我就 我朋友 我刚刚就讲 带一个台南的朋友 他在台南的保护公司 也有一个Sales 我刚刚就讲完 好像还没讲完 你饭就停下来没有吃 挥了多少钱过去 就这次啊 也是两万多 新闻娃娃娃 有YouTube频道 请大家搜寻 新闻娃娃娃 或者扫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订阅钮 开启小铃铛 请大家继续分享